哈喽大家好,我是快点老高 咱们好久没讲埃及了 咱们今天讲一下埃及 那埃及最有名的三样东西 金字塔,士神人面相 还有就是黄金甲面 前两个我们在以前的视频已经讲过了 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黄金甲面的主人 这个黄金甲面的主人叫图坦卡蒙 是距今3300年 就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时候 那时候古埃及的一个法老 那时候是中国什么朝代 那时候是中国的商朝 这个图坦卡蒙 其实原先不叫图坦卡蒙 它叫图坦卡顿 后来改名叫图坦卡蒙 这个顿也好 蒙也好 还有墨也好 都是神的名字 那么它改名字就意味着 它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变化 就是原先信阿顿神 后来信阿蒙神 为什么宗教信仰会发生改变呢 这跟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他的父亲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 以前埃及有很多神 总共有四五十个神 约我们常说了欧西里斯 阿努比斯 赫鲁斯 这些呢 都是古埃及的神 这个图坦卡蒙的父亲呢 就说 咱以后就不信那么多神了 咱就信一个神 叫阿顿神 这个神呢 就是太阳神 拉 对对对 我明天讲过太阳神叫拉 那这个阿顿怎么也是太阳神呢 现在的考古学家分析啊 就说这个阿顿神 有可能是拉神的一种表现形式 所以呢图坦卡蒙的父亲呢 就给他取名叫图坦卡顿 意思呢就是阿顿的形象 他父亲进行宗教改革的时候 有很多人反对 所以他父亲一驾崩 他一上位的时候 就很多人就说 咱们还是换回去吧 恢复多神志 那没有办法呢 这个图坦卡蒙 一个九岁的小孩呢 被迫呢 就恢复了多神志 就是阿顿神又没了 原先那些神又都出来了 那他这个图坦卡蒙 是哪个神呢 这个阿蒙神呢 就是多神中的一个神 哦 那他选择了一个 对 阿蒙的意思呢 是隐藏者的意思 图坦卡蒙继位的时候 只有九岁 他在位不到十年时间 也就是十八九岁就加工了 时间是非常短的 那在整个古埃及历史上来说 就算一瞬间 所以啊 图坦卡蒙 其实在埃及的古书上 是几乎没有记载 算是古埃及 特别没名的一个法老 可是现在是最有名的 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墓 他的陵墓呢 位于帝王谷 这个帝王谷这个地方 总共有六十多个坟墓 全都是历代的法老啊 还有相关那些 皇亲国戚他们的坟墓 按理来说 这么多帝王合在一起 那图坦卡蒙的墓 应该不算什么呀 为什么就单单图坦卡蒙的墓 什么又黄金假面 又什么的 这么有名呢 是因为啊 只有他的墓 三千多年来 没有被盗墓者所发现 是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墓 剩下六十几个墓 几乎都被盗墓者挖掘了 没有了 就算坑了 可是他叫的名字 他信仰的那个暗蒙神 就是隐身的意思吗 隐藏者 隐藏者 那么这个墓穴当中呢 除了宝藏之外呢 还有就是图坦卡蒙的 棺果和他的木乃伊 保存的也是非常完好的 那打开棺果之后呢 这个黄金假面就罩在他的脸上 这个黄金假面啊 重11公斤 整体来说呢 是23K的黄金 几乎就是纯金 表面呢 相有宝石啊 还有水晶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合金 做成各样花纹 整个的做工呢 是非常精致的 那么这个黄金假面 你觉得值多钱 110美金 110美金 那是多少钱 那我给你举个 例子啊 这个富豪榜第二名 比尔盖茨 它的净资产呢 是900亿美金 也就是说比尔盖茨 可以买9个白亿金 那不能 据推测啊 这个黄金假面的价值呢 在3兆到10兆美金之间 是多少钱啊 哈哈哈 如果算10兆美金啊 就是你把那个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前2000名富豪 加在一起 都不够买一个 那帝王谷里其他 墓里没有黄金假面啊 就是一个 其实也发现了其他王的 这个木乃伊 但上面就没有黄金假面 而且墓穴是被盗过了 对啊 所以黄金假面 有没有被拿走也不知道 目前世界上就这一个 那么现在呢 在这个木乃伊里面 提取出了图坦卡明的DNA 通过DNA的研究发现 他一出生的时候呢 可能是一个畸形儿 他的骨骼有严重的疾病 他的父亲和母亲啊 其实 对 是近期结婚的 所以呢 就遗传了很多的疾病 而且在他体内呢 发现了这个 瘧疾病毒的这个DNA 也就是说他生前 可能是临死之前 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 都受到瘧疾病毒的这种困扰 而且呢 他的左大腿上 还有个很严重的伤痕 这个伤痕还引发了炎症 等等这些都知道了 这也太惨了 对 所以说他虽然是一个法老 但是呢 有十兆的假面 有十兆的假面 也是过了很痛苦的一辈子感觉 太痛苦了 其实有一个特别可疑的地方 你可能能感觉出来 就是 他九岁当亡 十九岁就死了 短短十年时间 但他的墓穴啊 非常的精致 里边的东西 你说都是为他准备的 十年准备不完这些东西 可能他生来身体就很弱吧 就已经知道他活不久了 但其实有一种可能 就是 他可能是非自然死亡 那么这个事情呢 不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以后我们会专门做影片 给大家讲解 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呢 是另一个让图丹卡门 声明大噪的事情 就是 法老的诅咒 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呢 就是在1922年的11月 英国的一个考古队啊 这个考古队的首席考古专家呢 叫做霍华德卡特啊 他们呢 就在帝王谷这个地方 发现了个墓穴的入口 这个墓穴呢 就是图坦卡门的墓穴 起初呢 他们刚发现门口的时候 没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周围都倒了遍 只剩坑了 这个地方就算有门口 也不代表里面有东西 结果一打开发现 我里面全都是金银珠王 图丹卡门墓的整个挖酒的工程呢 就是由卡特 再加上他的赞助商 叫卡纳丰伯爵 两个人主持 卡纳丰伯爵一听名字就很有钱 对不对 他这个墓穴呢 在我们现在看来 有点像 三十一厅 这个前世呢 就是厅了为止 所有的宝藏都放在这个亭里 他们就把这个宝藏 开的一件一件往外搬 搬了一个多月 搬出一条道里了 发现啊 有一面墙 被堵上了 他们就踩这个墙后面 肯定还有密室 一挖开就发现了图丹卡门的关锅 但就在这个时候 卡纳丰伯爵就倒下 他就好像突然染上了什么疾病 送往医院 后来经过检查发现 他很有可能是被蚊子咬了 感染上了病毒 最后引发败血症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离开了人去 卡纳丰伯爵一死了 这个事情马上就造成 整个社会轰动 大家都说 哇 这就是法老的诅咒 因为有人说 在他们进入墓穴之前 在墓穴门口有一个石碑 碑上碑纹着写着 谁要敢打扰法老的安宁 死神将展开翅膀 降落在他头上 那不是说蚊子吗 死神说 展开在翅膀上 对 他就被蚊子咬死了 卡纳丰伯死后两个月 他的弟弟也死了 他的弟弟虽然不是考古学家 也没去过埃及 但是也是因为突然引发了败血症 死掉了 后来又过了四个月 本来也跟预计好 要到图坦卡门墓里 对木乃伊金扫描的 X射线的医生 这个医生在临行之前 也因为突然感染疾病而死亡 这三个人一死 整个社会就基本上就确定了 这就是图坦卡门的诅咒 整个社会恐慌到什么程度 就是卡纳丰伯爵死是死在埃及的 但是他本人是英国人 所以遗体要运回英国 没有传给拉的 所以在这么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 这个挖掘工程就暂停了 直到两年之后呢 又重新开始 再开了之后呢 主要就是他们把这个关锅打开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考古学家 他叫亚瑟梅斯突然倒下 后来一检查 身中毒 很快就离开人世 就这样呢 离奇的死亡事件不断的出现 直到1930年 在这七年里面 有22个相关人士离奇死亡 有人是被人谋杀的 有人是得病的 有人是中毒的 反正各种人 为了防止法老诅咒的恐慌 进一步的蔓延 就有很多人开始研究 它的真正原因 有些人就说 是不是说这个墓穴里面 因为3000多年没打开 里面滋生了很多的细菌 病毒 这些东西被考古的人吸到体内 他们就要引发各种疾病 还有人说 这是古埃及的一种防盗手段 他里面放了一些毒药 毒气什么的 你进去了吸进去 你就中毒了 但是啊 这二十几个人 死因各式各样的 我说了还有被谋杀的 还有出各种意外 都不自说得了某一种固定的病而死的 所以这个病毒树 还有这个毒药树 基本上不太成立 那个卡纳峰有可能 卡纳峰 毕竟是突然得了病死了 没去埃及你几个肯定跟他没管 那么既然跟病毒和毒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话 有些人就想找到这个诅咒的真凶 有个特别牛的人 这个人是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就参与了整个挖掘的过程 他就没什么事 所以他本来就不太相信诅咒说 他后来进入调查之后 在193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否定了法老诅咒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首先 卡纳峰伯爵是个非常体弱多病的人 在去埃及之前 他就已经做过两次大手术了 所以这一次感染了一点疾病 突然间离世 也不属于特别意外的情况 那么其次就是墓穴挖掘的时候 最一开始挖外边的时候 总共有40多个人参与了 这40多个人 没有一个受到诅咒 也就是没有一个人离世的 后来进到前世 也就是进到放宝藏的地方 有22个人 这22个人有5个人突然离世了 然后再进入到关谷屋子里边 总共有22个人 这22个人有2个突然离世 最后把木乃伊的布拆下来 看到了图坦卡蒙真面目的人 总共有10个 也就是说这10个人 最应该被诅咒的 但是这10个人都没死 可能图坦卡蒙 更注重那些财宝 你挖我没有关系 你不能动我的财宝 然后他说 这22个相关人士突然离世 这22个人有10多个 根本就没去过那个墓穴 都是像去过墓穴人的弟弟 他的亲戚的 又怎么怎么地的 就这种感觉 在他文章的最后 他说法老的诅咒的真凶 并不是图坦卡蒙 而是英国的记者 当时图坦卡蒙的墓被发现 各大媒体都想报道 但是这个报道权 被伦敦的泰晤士报 独家占有 其他的报纸都不能报道 这事 只能报一下花边信 所以其他报纸都非常的不满 那么泰晤士报 为什么就有资格拿到 这个事情的独家采访权呢 其实啊 这个泰晤士报的运营方 就是卡纳峰伯爵界的亲戚 所以卡纳峰一得病 这些小报记者就开心了 你不让我报道那个墓里的事 是吧 我就报道你 我就说你受到诅咒了 除了这个报纸的问题 还有一个事情 对于挖掘这个墓非常的不利 就是在我刚才讲的过程中 大家有没有体会到一点 奇怪 有一点不可理解的地方 你体会到了 什么 就是都是英国人去挖 太狠了 这你都发现了 没错 就是说 这个墓是埃及的墓 埃及祖先的墓 人家的祖坟 但是一堆英国人 这些挖掘是经过埃及政府的允许的 但是呢 老百姓不这么想 老百姓说 你挖我们的祖坟 这对我们的风水 对我们的生活 是有很大影响的 所以一旦出点什么事 埃及老百姓都得跟着起哄 就说 这绝对就是我们祖先 为了保护自己的坟墓 设下了一个诅咒 所以就造成这个诅咒 变得特别的真 他文章发后五年之后 卡特离世 卡特死于零八种 享年六十四岁 还好 在当时看来的话 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年龄 那么卡特死后呢 就算法老的诅咒 彻底就解开了 其实这个诅咒解不开 这没有法老的诅咒 就是人与人的诅咒 勾心斗角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就诅咒 词之间的译咒 И词说 他不会有关系为那种 他不会有工的 他不会有空的 真的这些美容